雖然說呢 應該是不會被搶啦 在銀行外面 我總共是0了 這根本就是我的Style喔 然後你看 超可愛的 哈囉 歡迎回到PY日常 今天呢 我要拍一個東西 應該是很多人 都很好奇 包括我自己還沒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也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一開始做YouTube的收益 到底是多還是少 那我在 8月初的時候才收到這個 Google的信 我已經等他等了 三個多月了 非常非常非常久 因為他上面寫說 寄這個信的話只要2到4週 不過我等超久 他這個信呢 裡面就是會有驗證嘛 可是如果你沒有驗證的話 你就沒辦法領錢啊 我現在可以開給大家看 他上面就是有一組 這個號碼 應該是6嘛 然後 然後輸入上去就可以認證你地址 我現在認證完這張就沒什麼用 而且我把它用得超爛的 因為都放在我包包裡面 一直被壓一直被壓 可憐啊 本來想說要丟掉 不過想說 要拍影片給大家看 目前有分三種領錢的方式 一個是西聯會館 一個是支票 一個是電會 那我選擇用西聯會館 原因是因為他免手續費 不過呢 就是要親自跑一趟 我也沒有領過 也不知道程序到底是什麼樣子 所以呢 今天就要帶大家 跟我一起去領錢 再跟大家說 我到底領了多少錢 離我家最近的呢 就是在 在哪裡 中明路附近 因為現在 西聯會館就只能用京城銀行 京城銀行的那個分行又超少 所以 要跑一段 大概離我家 15分鐘吧 那我現在要繼續領 再來說呢 銀行應該是不能拍的 如果不能拍的話 我就出來再跟大家講解說 手續是什麼 然後還有過程 是如何的 它上面寫說 進去要戴口罩 進去囉 它可以拍 只是不可以拍到別人 我現在領完出來了 然後 贏到錢了 而且我用三杯券的袋子裝 大家有沒有看到 當然的 這個呢 就是我努力了半年以來 第一個月開始 有收穫的時候了 當然呢 也是不能在大馬路上 數千 然後給大家看 雖然說呢 應該是不會被搶 在銀行外面 但是 保險期間 我們還是找了一個 室內的空間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說 我到底 領了多少錢 如果你要來領Google 所以的話 你的程序 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不然像我這種無頭蒼蠅 進去完全不知道幹嘛 好險 那裡的行員很熱心 後來我又回家了 本來想說呢 要在外面吃 然後拍個片 就直接去運動 結果後來發現 我沒有帶運動的衣服跟褲子 所以我還是回家了 那其實呢 我是第一次 領YouTube的收益 過程比我想像中的簡單 然後 銀行的行員 又蠻細心的 跟我講 教我怎麼樣填寫 因為他說到什麼 Google 那邊匯款人的名字 超長的 什麼Google blahblahblah 大概有 二三十個英文字母 然後我怎麼找就找不到 後來 他從我的 什麼碼裡面 我看一下 他有一個碼 碼 沒有 哦 那是一樣 他會有十碼的 匯款控制號碼 那個就代表說呢 你要有那十碼 你才能去領錢 每個月他就會給你 十碼的控制嘛 然後你要用這個去填寫 之後才能領到你的錢 首先進去就是拿這個 京城銀行的 匯入匯款單 你的名字一定要是英文的 其他都能寫中文 反正就是很簡單的資料 就是只有姓名跟電話 然後匯款人的資料 還有領領多少錢 就這樣 其實可以在京城銀行開戶 然後辦一個 他的網銀 就是APP 之後呢 你就不用再跑一趟 不過這個月Google 寄一封信來 說在2021年 也就是大概三四個月後 他就不再提供西聯匯款 所以我也不知道之後會用什麼方式 然後行員就建議我說 那你就不用再麻煩 還要開戶 因為開戶還要印章 雙證記 還有一大堆的資料 然後又要等一段時間 所以他建議我說 反正都剩三四個月 那你就直接領現金 所以我還是領現金 而且 現在的匯率真的超差 不過我還是想說 既然都要拍這個影片 那就領出來 那現在呢 我現在來公開 第一個月領了多少錢喔 我總共是領了 1508.23美金 換算成台幣就是 43,922 應該是吧 就在這裡 這就是我經營 Youtuber以來 第一份收入 大家可能覺得說 哇 比一般打工了 或是上班族還要多 不過 大家要想 這是我半年以來的累積 然後 每天沒日沒夜的剪片 想題材 拍不好還要被罵 然後 我的設備 其實就已經花超過10萬塊了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可能 這樣看起來很多 其實後面付出的新鞋 真的是 遠超過這一些 我光電腦就買了快6萬塊 相機買了3萬塊 收音的麥克風也是買了1萬多塊 這樣就10萬塊啦 還沒有加那些腳架啊 我們要拍片的預算 都沒有算進去 所以 4萬多塊來說 真的不算非常多 後面付出的時間 成本 是非常多的 像我們一部 10分鐘的片 我們可能就要剪了 8到10個小時 你一天拍片 可能 初剪就要花一天的時間 第二天就要把它上 測銷跟字幕 上去之後 可能又有版權問題 又要下架 又要刪掉 有時候剪片剪到3、4點 然後隔天 你又想要拍片 可是拍片 你又覺得氣色很差 反正就是零零種種這些 大家可能不會感受到 因為 我們都是把狀態好的時候 還有 剪接完成 上完 特效跟字幕的 最好的畫面 呈現給觀眾們 所以大家不會知道說 背後付出的心血是多大 不過我覺得 能夠繼續做下去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的人數一直在成長 支持你的人也越來越多 如果你沒有因為你的個人特色 而接到一些業配 其實如果要單靠YouTube的收益 要存活真的是非常難 所以也要很感謝大家 願意看我一些業配的影片啊 或者是我IG貼文 有一些業配 能夠稍微補貼我的生活費用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廠商的業配呢 我一定是精挑細選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非常OK 我才會分享給大家 所以呢 大家可以放心的看我的影片 然後 使用我推薦的東西 還有推薦的美食 最後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半年有這樣的成效 我真的很開心 不管你是因為什麼原因認識我 在FB上 或是IG 甚至是Youtuber 認識到我的 我都很感謝你們可以繼續支持我 也很感謝那些 每次看完我的影片 都會私訊我 說我剛剛要把廣告看完了 喔 我真的是要哭了 其實Youtuber不用收費 你能支持創作者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他的影片看完 這樣的方式呢 是對他們最好的鼓勵跟支持 所以呢 也很謝謝大家 有把我的影片看完 我真的 很感動 然後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我昨天去面膠Cubing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粉絲畫我的人像給我 不過我真的覺得 大家太用心了 他還去買一個金色的相框 這根本就是我的Style 然後你看 超可愛的 何其有幸 我真的是收到的時候 心跳加速 我真的是傻眼 然後你看還有這個袋子 上面還有他畫我的圖案 然後裡面還有附 另外一個風格的卡片 然後你看 喔 我除了覺得大家很有才之外 為什麼 你們 要對我那麼好 喔 我真的沒有想過有人會畫這個給我 真的沒有想過 所以報答你們的方式就是 我會繼續拍更多好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大家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喔 還要去我的粉絲團按讚 好嗎 喜好我的影片 就給它定起來好嗎 鈴鐺給它開起來 這樣呢就完全不會露解我的消息 鈴鐺人 隨時在你身邊喔 那內文澳蓋底 掰掰 我還想說要不要直接領美金 可是我後來想說換台幣 可能大家看起來比較有感覺 美金挺起來二一千多塊好少喔 如果匯率差了一兩塊 好像也才差了三四千塊 好消息 超人 important 請看台幣 消息 更多毫無碼 再看台幣 我們下注 小朵 美金